1月20号 智利总统府前的一头狮子尸体 让路人大吃一惊 因为动物园工作人员抗议政府机构 将这只猫科动物的死亡归咎于政府 视频中显示 这头14岁的公狮子宙斯的尸体旁边 有一块写着政府杀动物的牌子 围观群众纷纷拍照录像 动物园的主人指责农业和畜牧业服务局 称该局需要震惊计 才能够读取动物的微芯片 公司人表示 动物面临着与人类相同的麻醉风险 政府让他们的双手沾满鲜血 农业和畜牧业服务局在一份声明中称 镇静是动物和人员安全的标准程序 不幸的是 其中一只接受这一手术的动物死亡了 农业和畜牧业服务局同时表示 该起抗议侵犯了动物尊严 会考虑对动物园采取法律行动 指责动物园对动物的尸体处理不当 警方在现场封锁了宫殿外区域 随后移走了狮子的遗体 随后发行 Bloom 咱们下面 martial教育 有什么 中国的 一个 中国